第1553集 毕竟修武资源没有了 可以再赚再积攒 可是这次若是叶辰不死 他们连保命都保不住了 还留着这些资源有什么用呢 只要他们人还活着 即使暂时徐家和向家会跌出十大家族之列 但至少还是顶级豪门呢 还有崛起的机会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心中都无比无比的希望叶辰死 罗温饮了一口极品灵酒 不懈的看着几人道 狂妄 让一个封门垃圾都能在太虚存在面前狂妄 这也就在你们这种荒蛮之地才可能发生的 徐天几人面色微变 心中也难免有些不快 自己几人耗尽了家财 才将这罗温请来 礼数备至 可对方对自己却是这种态度 不说尊敬了 连对自己等人的不懈都毫不掩饰啊 几人好歹也是灵武大陆最强的一批舞者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待遇 虚异有些忍不住开口道 罗公子 这叶辰可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 其实力非常恐怖 甚至都要凌驾于太虚之上了 罗公子还是小心些为好 徐天面色一白连忙制止道 二弟住口 这罗温在天雷宗内可是出了名的脾气不好啊 最受不得别人顶撞的 果然 罗温面显玩味之色地看着徐一道 小心 你是叫本公子小心一个封门垃圾吗 说着 罗温面色猛的一沉 声音骤然冰冷了三分 浑身太虚的志强气息 疯狂涌动 竟是直接朝着徐一呼啸而去 罗温固然只是太虚四层天 但是他可是来自神国 他的实力可是能越击而战 四名太虚前妻强者瞳孔一缩 甚至都来不及做出反应 徐一便惨叫一声 身体倒飞而去 口喷鲜血 其他几人看着奄奄一息的徐一 不禁连呼吸都忘记了 面显惊骇到极致的神色 这是真的吗 虽然罗温是和他们相差不多 但仅凭气息便能重伤同皆存在 即使他们知道罗温强 强到了不可思议 可这也有点太恐怖了吧 这就是神国天才的实力吗 众人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恐怕罗温即便只是太虚初期的存在 也能轻易碾压他们吧 神国的武道强大到了令人震颤 罗温慢慢地喝了一口酒 满脸轻蔑地看着徐一道 本公子小不小心 需要你这废物来教吗 虽然罗温这次为了那些羞武资源 答应为徐家出手了 但其骨子里是丝毫都瞧不起 任何灵武大陆的人 甚至简直都不把灵武之人 当作人看待了 而是将他们视为低等种族 只配做神国人的奴隶 本来刚才那徐一顶撞了他一句 在罗温看来 就是要将徐家甚至相家 都屠戮殆尽的罪过了 只是这么做的话 难免在神国那边 会留下一些口实 对他的未来可能会有影响 更麻烦的是 还有可能惹上神石 所以一般情况下 神国之人 也不会在灵武大陆 打开杀戒的 为了得到利益 大都会采取 与灵武之人交易的方式 而且即便为了利益 杀一个封门镜存在 便能得到这两大家族 所有的资源的话 何必还要浪费时间 来碾压一群蝼蚁呢 这时 徐天回过神来 急忙对着在地上 不断呻吟的徐一道 二弟 还不快和罗公子道歉 徐一面色虽然难看到了几点 但还是勉强爬起身 犹豫了一瞬之后 直接竟跪在了罗温面前道 对不起 罗公子 请你不要怪罪 是我井底之蛙 有眼无珠 以罗公子的实力 那什么夜尘 即使再妖孽 也不过是一只蝼蚁罢了 罗温面色缓和了一分 随意地摆摆手道 知道就好 本公子和你们的实力 天壤之别 神国太虚和灵武太虚 根本不是同一层次的存在 别以你们的眼光 来衡量本公子的实力 徐一坐回位置上 虽然刚才徐家的面子 可以说是被彻底践踏了 但几人的神色还是有些兴奋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罗温越强 夜尘就死得越惨呢 原本因为夜尘的实力 他们多少还对罗温 能不能杀死夜尘心存疑虑 现在的话 可以说是彻底安心了 而夜尘死了的话 他们的家族 他们的地位 算是基本保住了 至于面子 面子能当饭吃吗 而且说不定 他们还有机会 得到夜尘的血脉之力呢 那就真的是因祸得福了 就在这时 门外的一名仆从高声喝道 夜公子到 厅中的几人对视一眼 都是目光一亮 这小子真的来送死了 只有罗温还是面色淡淡的 继续喝酒 这时 门外走进来一道人影 正是夜尘 夜尘一步入厅中 一眼便瞧见了 坐在主座上的罗温 眉头不经意的一皱 首先便是罗温的修为 太徐四层天 其次便是罗温的气息 接触过神国武技 感受过武道根基的夜尘 能明显感觉出来 罗温的武道根基 非常非常的扎实 和领武大陆一般的太虚存在 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 他目光微闪 面露一丝玩味 看来这次徐家和相家 为了对付自己 从神国请来了此人 徐天面带冷笑 对着夜尘道 叶公子 你还真的敢来呀 不说别的 丹这份狂 确实让老夫钦佩呀 一旁的徐逸接口道 丹是太狂的人 往往死得也越早 而夜尘却是一言不发 仿佛没有听到 他们说话一般 对于几个就要死的人 还有必要多说什么吗 徐天面色一沉 死死地盯着夜尘道 夜尘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现在若是你肯离开 我等之间的恩怨 一笔勾销 否则 你今天将无法 活着离开这里 夜尘文言 却是淡淡地笑了 一笔勾销 他的眼眸骤然一寒道 我那些死去的兄弟姐妹的命 也是能一笔勾销的吗 一时间 夜尘爆发的杀意 不禁让那几名太虚存在 都微微一颤 就连罗温也多看了夜尘几眼 徐天猙獰一笑道 好 那你就去死吧 放死兽 话音一落 大殿的四周突然涌出 上百头浑身漆黑 双眼赤红的凶兽 而每一头 赫然都拥有封门镜的修为 这些漆黑凶兽一出现 竟是毫不犹豫地扑向夜尘 徐天面带冷笑 这些死兽使他花大价钱从神国购买的 这些死兽从小经过特殊培育 战斗起来汉不畏死 更关键的是 其气息无比暴烈 自暴威力远非一般风门巅峰存在可比 这么多死兽自暴 即使是太虚存在都会被轰尘灰烬吧 他们虽然请来了罗温 但也不得不多做一些准备的 即使这些死兽不能杀了夜尘 让他们将夜尘重伤也是好的呀 而夜尘只是扫了那些死兽一眼 甚至连闪避的意思都没有 下一刻 这一百多头死兽 便将站在原地的夜尘团团围住 堆叠在一块 对着其疯狂撕咬着 一时间鲜血四溢 这宽大无比的宴会大厅 简直化为血海 那血是夜尘的血 徐天等人见状 双眸一亮 面现狂喜之色 这夜尘是狂妄 膨胀到脑子都不清醒了吧 竟然用肉身 硬扛上百头死兽的攻击 难道事情这么轻松就结束了 别说让罗温出手 甚至都不用让死兽自暴了 徐天等人笑意流露 而罗温看着被死兽围住的夜尘 也是面线不屑之色的摇了摇头 眼眸之中还隐隐的有些失望 本来他对这个封门镜 镇压了整个05豪门的家伙 还有些兴趣的 现在看来简直是浪费自己的时间 就这样的废物也配让他罗温出手 可下一刻 徐天等人的笑容便凝固了 诡异的一幕出现在众人眼前 只见看起来几乎变成了血人一般的夜尘 面庞上却是露出了一丝微笑 下一刻 滔天血海竟开始倒流 整个大殿之内的血液竟疯狂地倒灌回夜尘体内 眨眼间夜尘的身体便已恢复如常 简直就像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一般 这下不仅是徐天等人 就连罗温都有些震撼了 本来徐天等人就知道夜尘的生命力恐怖至极 可当时夜尘在飞雷岛上恢复能力 还没有那么变态的 也就是说夜尘不仅是实力 就连那逆天的恢复能力都变强了 距离飞雷岛拍卖会结束 才过去了多久 简直是颠覆了这些 不知道活了多久的 领悟强者们的思维啊 实力还能这么全方位地提升的 徐天回过神来 猛地狂吼道 自爆自爆 都给我自爆 他怕了 他是真的感到恐惧了 连万载历练的道心都动摇了 夜尘就像一个打不倒 还会飞速成长的魔神一般 原本那个他们看不起的封门舞者 现在已经彻底化身为 让他们也为之畏惧的魔神了 现在他只想不惜代价的将夜尘抹杀 下一刻 上百头封门镜凶手的自爆 瞬间将大半宫殿以为平地 连着拥有阵法防护的徐家岛屿 也一阵地动山摇 兵临破罪